朋友们,你们好!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《帝国的目光》。 书名里的帝国,指的是元朝,也可以理解成更广义的蒙古帝国。 目光,就是电影《目光之城》的那个目光。 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,本书讲的是元朝末期的历史。 此时,这个曾经雄聚当世的庞大帝国,已经日暮西山,也就是说快要垮台了。 从成吉斯汉时代算起,到元朝末年,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,多半个亚欧大陆都被蒙古帝国征服了。 后来忽必烈建立的元朝,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蒙古帝国,但至少元朝皇帝在名义上仍然是蒙古各个汉国的共主,元朝跟那些兄弟政权,也可以算是松散的共同体。 这也就是说,所谓蒙古帝国,不单单是一个国家,更是一个统治着当时多半个文明世界的大系统。 那么这样一个大系统,从陷入运转困难,到最终崩溃,它带来的影响,必然波及广泛。 一些小国,作为依附于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,在大变局面前,他们该怎样选择,何以自存? 这就是本书将要带给我们的启示。 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学者大卫·鲁宾逊,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鲁大卫,他是美国科尔盖特大学从事亚洲研究的历史学教授,研究方向是蒙古帝国史、君治史。 这本书的一些内容,也是他在科尔盖特大学讲授的《蒙古帝国和中国末代帝国两门课程》的讲稿。 不过,讲到元朝灭亡,蒙古帝国世界体系崩塌这个重大历史变局,鲁大为没有着眼于中国本土,而是选取了处在蒙古系统边缘的东北亚这个区域,来作为样本。 地理意义上的东北亚,包括今天的中国东北、俄罗斯远东、朝鲜半岛,以及日本,在元朝时代,上述地区中,要属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,最有研究价值, 因为它既不像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那样,属于元朝的直属领土,又不像日本那样,独立于蒙古系统之外, 而是一个兼具亡国和行省双重属性的,半独立的小政权。 在元末变乱的时局中,高丽王朝不仅没有灭亡,反而摆脱了蒙古的控制,扩张了版图,增强了国家主权。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?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 我们的解读分为四部分。 元朝时期,高丽王朝跟元朝是一种怎样的关系? 双方有哪些共同利益和潜在矛盾? 这部分会补充一些本书中没有提到的背景信息。 当元朝陷入动荡,蒙古系统面临崩溃风险的时候,高丽王朝的统治者做了哪些战略抉择? 兴起于中国江淮地区的红金军,为什么会打到朝鲜半岛? 高丽王朝又是怎么应对这个危机的? 红金军入侵事件,怎样影响了高丽的国家命运? 为什么说作为一个政权,高丽王朝失败了,而作为一个民族,朝鲜人却成功了,从中我们又能看出怎样的历史启示? 第一部分 下面就先从高丽王朝的性质,以及他们同元朝的关系说起。 高丽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王朝,国家统治者姓王,在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建国了。 但跟中原王朝相比,人力物力都不在一个量级,因此高丽一直以来的立国政策就是,向中原王朝称臣,用这种政治上的低姿态,换取中原王朝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物, 也就是说,用表面上的臣服,来换取实际上的独立自主。 这种政策,叫做师大政策,简单说就是侍奉大国,朝鲜半岛的历代政权,基本都采用这种政策来处理跟中原王朝的关系。 从五代到北宋、辽、金,基本上不管是哪家入主中原,高丽都会上表称臣,大多数时候也都相安无事, 这些中原政权一伦伦的星体,高丽却安然地置身室外,可以说是流水的中原,铁打的高丽。 在蒙古崛起之后,情况变得复杂了。 忽必烈武力征服了高丽,在朝鲜半岛设置了征东行省,任命了达鲁花赤,也就是行省长官。 不过同时,忽必烈没有灭掉高丽王室,而是保留了这个王朝现成的建制。 忽必烈这么做,有两个主要目的。 首先是因为,当年成吉思汉把辽东地区分封给他的三个兄弟,作者鲁大为称他们为东方三王,他们的权力太大,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任命官吏,拥有军队。 后来忽必烈仿效汉人制度建立元朝,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削弱传统藩王们的实力,元朝中央在东北地区设立了辽阳行省,用来监督制衡东方三王。 另外,东北地区是金朝故土,这里还生活着很多不满蒙古统治的女真人,也需要加强监管。 出于这两个考虑,忽必烈保留了高丽王朝的班底,把高丽收为藩属国。 后来忽必烈征伐南宋的时候,为了进一步稳固后方,还把女儿嫁给了高丽国王王臣,于是高丽成了蒙古的驸马之国。 此后,除了几个年幼的高丽国王,后世的高丽王都是娶蒙古皇族女子为王后。 至于当初设立的征东行省,从名字就能听出来,初中是针对日本,而忽必烈两次入侵日本失败之后,放弃了这个打算,征东行省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。 行省长官达鲁花翅一职,后来就由高丽国王来兼任了,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招牌,朝鲜半岛还是由高丽王朝统治。 就这样,在13至14世纪,当多半个欧亚大陆都被收入蒙古版图的时候,小国高丽反倒存活下来,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,可以自主任命官吏,也不用像中国内地的各行省那样,向元大都缴纳赴水。 对高丽王来说,元朝同时充当着两个角色,首先是庇护者,高丽外有辽阳行省和东方三王,难免会有摩擦,内部又有敌视蒙古人的武将集团,不满高丽王的统治,因此要想坐稳王位,高丽王就必须仰仗元朝给他撑腰。 但同时,元朝也是压迫者,历代高丽国王,都要受到元朝的严格监控。 高丽王子少年时都要被送到大都留学,其实就是当人之外加倍洗脑,他们都被按照蒙古的方式培养教育,直到获得元朝的认可,才有机会回国,日后接掌王位,而即便是即位之后,如果得罪了元朝,还可能被罢黜,甚至流放。 之前的历代中原政权对高丽内政,都极少有这么大力度的干涉,因此对高丽王室来说,元朝皇帝也比之前历朝的统治者,都更让他们难以忍受。 好,总结一下,上面我们介绍的就是元朝时期,高丽和蒙古的关系,也是本书的大背景。 可以说,高丽王朝就是依附于蒙古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,一方面这个子系统的稳定运转,要依赖于蒙古帝国这个大系统,另一方面,他也必须为此而忍受元朝的控制,和国家主权的缺损。 第二部分,这就是历代高丽王面临的处境,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,下面我们就说说本文的第二部分,高丽国王公敏王,面对元末的乱局,在国家战略方面,做了什么抉择? 1351年,一位21岁的高丽王子,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元大都圣活,返回高丽,准备继承王位。 他在史书上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王专,但那是后改的名字,此时他还叫王琪,由于名字比较混乱,下面我们就用他未来的嗜好,公敏王,来称呼他。 同是在公敏王归国的这一年,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,淮河流域爆发了红金军大起义, 并且很快蔓延开来,华东、华中遍地开化。 面对这种局面,元朝政府调集财力兵力,组织镇压,高丽也在元朝要求下,提供了2000兵力来支持,这是他们作为藩属国的义务。 1354年,这支高丽军队被编入元朝丞相拖拖领衔的征讨大军,参加了围剿江南红金军领袖张世成的高游之战。 这场战役,元朝从各行省,各藩王手中调集的军队,号称百万,原本战事顺利,张世成岌岌可危,但战役中途元朝皇帝元顺帝听信谗言,撤换了脱脱,导致军心涣散,张世成趁机发动反攻,援军大败。 本书作者鲁大为评价说,高游之战是元末农民起义的转折点,这是元帝国最后一次财政和军事资源的总动员。 这一战后,元朝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反击,丧失了对红金军的军事优势。 而对于高丽来说,这场战役还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。 在前线亲历了元军失败之后,高丽的残兵败将退回国内,把元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的消息带给了公敏王,这也促使公敏王重新思考了高丽与元朝的战略关系。 前面说过,公敏王有过在大都充当人质的经历,而且,在这段时间,他亲眼看见了元朝对高丽王室的控制与摆布, 他的祖父和父亲中肃王都曾经被废,一个流放到西藏,一个被软禁在大兜,他的哥哥中慧王更是被废掉两次,最后死在流放途中。 因此,公敏王一定明白,当一个元朝藩属国的国王实在是一份高风险职业,这种处境,显然他是不会满意的。 而现在,看起来元朝的衰落是不可逆的了,充当靠山的价值正在减少,依附元朝,变得必多而力少,如果继续下去,搞不好靠山倒了,他自己也要被砸在下面。 于是,公敏王决定,借助当前的局势,一点点有步骤地跟元朝脱钩。 1356年,公敏王做出了一系列尝试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三件,分别是,第一,他宣布不再用元朝的年号,第二,他处死了19名与元朝关系密切的高丽官员,第三,他派兵占领了双城。 我们先看第一件,不再使用元朝的年号。 附庸国使用宗主国的年号,在历史上叫做奉正说,表示承认自己的蜀国地位。 公敏王宣布不用元朝年号,这就和宣布独立差不多了。 第二件,处死亲蒙古的官员,前面说过,反蒙古的武将集团是高丽王的主要潜在反对者,那这么看来,亲蒙古的官员应该是他的自己人了吧? 其实不然,元朝为了更牢固地控制高丽,也越过高丽王直接拉拢了一些高丽重臣,跟他们联姻,授予他们封号爵位,还保持书信往来,因此对于高丽王来说,亲蒙古的官员其实也是潜在的监视者,而由于高丽民间普遍反对蒙古的控制,把这些亲蒙古的官员视为内奸,所以公敏王处决他们既能消除威胁,又可以赢得民心。 第三件,高丽军队占领了双城总管府 双城总管府位于现在朝鲜西部的咸镜南道,当时是辽阳行省管辖的,属于元朝领土,但恰好双城总管府的统治家族闹了内讧,高丽出兵,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双城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一位高丽级的元朝军官李子春,带着儿子李承贵一同投效了公敏王,这是未来的重要人物,后面还会再提到。 1356年的这三个事件,不但表达了立场,打击了亲蒙古派的内部敌对势力,争取了民心,甚至还扩张了版图。 这说明,公敏王在元朝日薄西山的情况下,已经做好了和元朝脱钩的准备。 而同时,公敏王对分寸的把握又非常到位,知道不能步子迈得太大,把元朝彻底激怒。 第二年新年,他像往常一样派使者去元大都拜年,该做的礼节全部做足,依然表现得像是蒙古人忠诚的臣子。 果然,元朝忙于对付红金军,既然高丽做了姿态,也就干脆大事化小,没有惩罚公敏王,默许了他搞内部清洗和占领双城。 就这样,通过试探,公敏王已经摸清了元朝的虚实和底线,既获得了实力,又跟元朝留有余地,没有彻底撕破脸,对未来的抉择,他牢牢掌握了主动权。 本来按照这个趋势,公敏王有机会稳步地培养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基础,逐渐摆脱元朝,但很快,局势的突变打乱了他的节奏,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选择和机会。 第三部分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,面对红金军入侵,高丽方面的反应和收效。 1359年,来自中原的反元起义军红金军,出现在了高丽边境附近。 对此,高丽朝野都大感震惊,宰相李瑟在一首诗里写道,禁闻群道满中洲,起料鱼拨到此流。 意思是,最近听说中原地方闹贼,遍地都是农民起义,想不到起义军竟然闹到我们这儿来了。 言下之意,很是惊讶。 那么,以反元为使命的红金军,为什么要去长途奔袭,攻打高丽呢? 是走错了路,还是杀红了眼? 说到这,我们暂时切换到红金军的视角,说说他们为什么会打到高丽来,这也是本书中一个比较有见的又有趣的话题。 对于红金军进攻高丽的动机,传统上主要有两种说法,分别是复仇说和战略解围说,但鲁大为认为,这两种说法都不太靠谱,我们分别来讲讲。 复仇说,指的是,高丽曾经支援元朝,参加高游之战,所以现在,红金军找他们来算账了。 不过高游之战红金军打赢了,高丽军作为数量很有限的一支辅助部队,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大的损失,谈不上截仇。 更何况,高游之战打的是张士成,而入侵高丽的红金军是刘福通的部将,虽然都叫红金军,但这是两个彼此不相同属的部队,关系还不太好,刘福通的人犯得着千里迢迢跑去高丽,替张士成复仇吗? 所以显然复仇说的根据是不充分的。 战略解围说,指的是,红金军和元朝主力在中原地区陷入胶着,红金军战事吃紧,所以想绕到元朝后院,搞出点动静,迫使元朝从中原抽调兵力去救援,从而减轻红金军正面战场的压力。 当时,刘福通的红金军已经建立政权,定都变梁,也就是河南开封。 元朝方面,也正集中主力,猛攻开封,指挥战役的是元朝汉将查罕帖末,也就是倚天屠龙纪里赵敏的父亲汝阳王。 有人注意到,1359年查罕帖末而攻击汴梁的时候,正是红金军入侵高丽的同一时间段,因此认为, 这支军队的目的就是想迫使元朝奋兵救援辽阳,帮助变梁解围。 不过,鲁大为认为,这么大纵深的战略调度,超出了红金军战略的水平,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,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。 况且站在元朝的角度看,辽东是边缘地区,而中原是决定性的主战场,也不太可能为了救援辽东而削弱中原前线的兵力。 红金军入侵高丽很难起到调动援军持援的作用,所以战略解围说同样不成立。 因此,鲁大为倾向于认为,红金军入侵高丽,不是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,而是一种无奈自保。 刘福通派出的北伐军,最初分为东西中三路,东西两路进攻山东、山西,不过很快都失败溃散了。 只有中路军战绩不错,虽然没能按原计划兵临援大都城下,但他们从山西的援军薄弱处一路北上,攻击了位于今天内蒙古西陵郭勒盟的援上都。 当时援军的主力都压在中原一线,地处后方的援上都防守空虚,被红金军攻陷。 并且一把大火烧毁了。 不过此时的红金军,归途已经被阻断,又无力去进攻有重兵防范的大兜,身处茫茫大草原,进退两难,只能挑着援军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突破,打到哪算啊? 于是这支神奇的军队,从今天的山西到了内蒙古,又从内蒙古到了辽宁。 此时,进攻高丽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,因为这样,少说可以解决补给问题,更乐观地估计,还可以从朝鲜半岛通过海陆,返回中原。 就这样,1359年冬天,红金军渡过鸭绿江,这才有了前面说的,高丽朝野震惊。 好,我们再切换回高丽公敏王的视角,对于红金军的到来,其实他内心是喜忧参半的。 忧的是国家遭遇入侵,这很好理解,那么喜从何来呢? 前面说过,公敏王判断元朝这座靠山,就快要靠不住了,而为了在元朝覆灭之后的全新局势下,依然能够稳固统治,他就需要抓住时间差,加速建立自己的威望和班底。 之前他的那些小动作,都是出于这个目的,而从这个出发点来看,红金军带来的变局,同样是一个机会,可以让公敏王趁机加快内部的洗牌,和威望的树立。 1359年红金军的先头部队虽然很快攻陷了高丽的西京,也就是今天朝鲜的平壤,但由于当时已是隆东,缺少越东一物的红金军在严寒中大批冻死冻伤,高丽军趁机反攻,把红金军赶出境外。 一年后,更大规模的红金军卷土重来,这一次是主力部队,号称有十万之重,实力比一年前那次强大得多。 出于前面说的战略考量,公敏王没有选择正面死磕红金军,而是避其锋芒,积蓄力量。 当1361年红金军逼近高丽首都开京,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开城时,公敏王倾其简从,逃离首都,据说,逃亡的时候,连国家的大印和一部分祖宗排位都丢了,看起来真是仓皇级了。 然而从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来看,公敏王此时可能已经有接下来的明确打算。 公敏王逃到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安东,暂时安顿下来,此刻他招揽分散的高丽诸将,集结兵马,准备反击。 果然,面临外敌入侵,这些平时各个派别的武将都暂时达成统一阵线,听命于公敏王,高丽很快组织起了号称20万的大军。 而红金军方面,虽然他们的反员立场赢得了一些高丽人的支持,火线参军,但这支军队的风计实在太差了,在高丽烧杀抢掠,将领也很快腐化堕落,沉溺享乐,军队的战斗力迅速坏朽。 在开京沦陷短短一两个月之后,高丽人就迎来了反击的机会,1362年正月,高丽军借着大雪,向开京城外躲在兵营里烤火的红金军发动骑袭,开京城里的高丽人也群起响应,里外加工,毫无防备的红金军被杀得大败,死伤惨重。 后来,西京平壤也被高丽军收复,红金军主要将领之一破头攀,攀成帅残部逃回辽东,向元朝投降,后被处死。 前后历史两年多得红金军入侵高丽,就这样结束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驱逐红金军之战中,当时只有27岁的青年将领李承贵表现突出。 再说,公敏王,开京被收复后,他没有急着回去,而是在路上磨磨蹭蹭,走了一年零三个月。 这期间,他开始着手对高丽的文武官员进行了有目的的清洗,以投降红金军的罪名惩处了一批官员,而一些异己的官员,和宫高镇主的将领,也被借故打击。 此时,一直以来,节奏把控很好的公敏王,似乎失去了耐心,打击面滑得太大,而局势也就此拖出他的掌控。 第四部分 下面第四部分,我们就说说红金军入侵带给高丽的影响,以及高丽王朝和公敏王的最终命运,并且探讨一下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。 公敏王返回开京的途中,他身边的一位权臣,大概是担心地位被取代,就假传圣旨,命令三名在抵抗红金军之战中立有大功的武将,杀死了高丽军队的总司令。 而事发后,公敏王非但没有追究责任人,还借此事,以善杀大臣的罪名,把那三名武将处死了。 或许,这并不是公敏王糊涂或者偏袒亲信,而就是他的本意,他本就想借故除掉功高盖主的武将,收拢权柄,把驱逐红金军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。 可是他的手段太过激进,这就让很多大臣对他离心离德,回到开京后,公敏王下诏让逃散的官员回来复职,但很多人都没理睬,甚至一位曾经深受公敏王信任,也曾忠心耿耿地重臣,竟然谋划刺杀公敏王,不过并没有成功。 由于意识到手下的忠诚度出了问题,公敏王又试图抱元朝的大腿,重新宣布奉元朝政说,不过元朝此时翻起旧账,追究他之前清洗亲蒙古官员的事,还一度要废除公敏王,只是元朝现在自己焦头烂额,他们的命令对于高丽来说,也没什么效力了。 又过了几年,中原战乱中心崛起的朱元璋,派大将徐达北伐,1368年元顺帝契大都逃往蒙古草原,元朝灭亡,这同时意味着,高丽作为元朝附庸国的历史,也就此结束了。 好,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提前总结一下,元末乱局以来,高丽和公敏王面对新局势,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抉择,究竟该如何评价? 可以说,依附于元朝的高丽王朝,就是一个典型的稳定脆弱系统,说它稳定,是因为它依附于强大的元朝,甚至蒙古全球系统,只要这个系统不出问题,作为子系统的高丽王朝,也就能保证正常运转。 而说它脆弱,是因为高丽王的统治根基,绝大部分依赖于元朝的支持,基础过于单一,所以当它所依托的大系统失灵,它也难免会被殃及。 公敏王对这一处境的认识,可以说是清晰到位的,它看到了元朝系统面临着极高的崩溃风险,所以试图抓紧培养自己的统治基础,以期达到可以不依赖元朝,而独立自存。 面对红金军入侵,局势急剧激化,公敏王的设想是利用抗击红金军的机会,进一步为自己造声望,顺手通过战争清除异己,巩固王权。 但手段上却过于急躁,反而自己搞坏了队伍的忠诚度。 另外,公敏王可能没想到的是,高丽的高官贵族中,也有人存着和他类似的想法,也想抓住元朝失势造成的东北亚权力真空,凭借战功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。 红金军之乱,虽然消灭了一批公敏王忌惮的传统重臣,却给了这些少壮派将领机会,让他们在战争中脱颖而出。 可以说这个局势发展,走向了公敏王谋划的反方向。 这批通过战争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将领中,最成功的就是李承贵,凭借对红金军和之后对蒙古参与势力的战争,他积累了相当的功绩和实力。 1374年,龚敏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,1392年,已经掌握高丽实权的李承贵黄袍加身,建立了朝鲜王朝,高丽王朝灭亡。 后来,朝鲜王朝编写了一部文学作品《龙飞玉天歌》,其中说,红金军入侵,龚敏王仓皇逃难,只有李承贵奋勇当先,是击败红金军的首要功臣,总之就是通过歌功颂德,来证明, 朝鲜取代高丽合法性。龚敏王恐怕想不到,他的种种谋划,却给李承贵做了嫁衣。 而朝鲜半岛的改朝换代,距离元朝灭亡只隔了三十几年,从这一点看,帝国的目光这一书名中所谓的目光,也可以理解为, 不仅仅指元朝的日落黄昏,也指高丽王朝的最后一道光芒。 好,最后再总结一下本期讲到的主要内容。 元朝时期,作为附庸国的高丽处境尴尬,虽然在蒙古庇护下有一定自治权,但从王室到国家,很多地方受制于人。 高丽王朝的龚敏王,利用元朝末年统治力下降和红金军起义,试图趁机脱离元朝控制,但由于手段上的失误,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,他死后不久,高丽王朝被朝鲜王朝取代。 而朝鲜王朝很快重拾是大政策,努力搞好跟中国明朝的关系,果然获得了比高丽时代宽松得多的国际环境。 因此,如果我们忽略掉从高丽到朝鲜的改朝换代,而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,也就是朝鲜人的话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, 元末以来,朝鲜人面对系统性变局所做的战略抉择是成功的。 这种小国面临系统性大变局时候的自存之道,也是本书能改给我们的有价值的启示。